我们生活不是为了早吃 早吃是为了生活 我们前面的20年是准备我们后面的60年的 我们开心吗 什么是开心 什么是高兴 几个朋友出去狂欢一下 那个是高兴 当你回到房间独处一人 很多时候我们不开心 开心开心 你的心必须要开 你才能够开心 我来却是为叫他们获得生命 且获得更丰富的生命 更丰富的生命 什么是丰富的生命 你们说呢 什么是丰富的生命 我告诉你们一个真理 一个真相 很多时候我们忘记 或者我们不要去看 或者我们逃避这个真相 就是你喜不喜欢 我每次都讲了 我一直提醒我们大家 就是我们在这世界 只活那七八十年的 只活那七八十年 我希望我们还记得 我上次我讲过 那个国王有四个老婆的 他最爱的第四个老婆 却不能跟他走 结果是第一个老婆 第一个老婆是什么 是灵魂 我们的灵魂才是最重要的 所以我们在这世界上是短暂的 七八十年很快了 这边在座的很多 Auntie Uncle 你们已经过了一半了 我们有没有问过我们自己 什么是一个丰富的生命 我的生命丰富吗 我活到丰富吗 我活到精彩吗 我活到开心吗 快乐吗 什么让我能够更丰富 有一天要走的时候 要离开这世界的时候 不是看我们有多少钱 不是看我们有多本领 我们有什么 其实当我们走的时候 最重要的就是我们的人生 到底有没有提升 我的灵魂是怎么样的状况 我是开心的还是很悲的 我们在这世界上累积的是什么 是物质东西吗 带不走 我们累积的是我们人生的经验 我们这几十年活过来 我们所收集那些丰富的经验 所谓耶稣要给我们丰富的生命 就是那些经验 什么样的经验 那些丰富精彩的人生 怎么样精彩 你们还记得 你们小学的时候吗 小学的时候 老师会 一个时候会给我们一张纸去填写 你的志愿是什么 有吗 都有做 小学为什么在小学 通常是在一年级二年级 三年级过后就很少做这个东西了 为什么一年级二年级的时候 老师会给你们做这个 因为我们还小 我们那个时候还很纯 纯真 我们对我们的志向 我们的愿望 是一种很纯的 还没有被污染 你懂吗 很多时候 那些小朋友 弥撒后 他来跟神父说 跟我讲 他说 神父我以后也要做神父 然后呢 等他长大了一点 你问他 你还要做神父吗 不要了 做什么 思想被污染了 我们小的时候 在那个我的志愿是什么 那边填什么 通常都是填 我要做医生啊 做护士啊 老师啊 做警察啊 做律师啊 为什么只是来来去去那几样 因为他们所接触的 只是那几样 但是呢 他跟大人 比较成年的人 所想的 有很大的出入 小孩子 他讲他要做老师 他讲要做医生 他的动机是很纯的 因为他看到的医生 是帮人家医病的 救人的生命的 他看到的老师 是教他学习的 他从老师身上学到很多东西 他觉得老师是很好 很崇高的一个志愿来的 所以小孩子向往这种东西 我们小的时候 都对这些有意义 生命有意义的东西 我们会去向往 我们会追求 但是当我们越来越长大的时候 同样也是要做医生 也是要做律师 但是很少人要做老师 你懂为什么吗 因为赚不到钱 今天的老师比较好了 今天的薪水比较好了 我们开始被污染了 父母也告诉我们的孩子们 当他们要上大学 去大专读书的时候 你们选的那个科目 怎样选 选要有前途的 什么前途 前面的钱啊 不是 是钱 要有前途的 没有钱的 不要 你们是怎样选的 我们最纯的那个 想往生命是美的 好的 那个部分慢慢的淡化了 慢慢的消失不见了 所以很多人不懂怎样去活 因为我们的整个价值观都被污染了 我今天特别要对所有那些年轻人 特别你是在20岁左右 你们要做出你们人生的很重大的抉择 选择 很多东西 婚姻 独生 吃夺 奉献生活 什么都好 然后你的工作也是职业 你要往那条路走来行 我们人活着不是只是靠饼的 玩食玩食 我们生活不是为了早吃 早吃是为了生活 明白吗 你要清楚我们前面的20年 我们前面的20年是准备我们后面的60年的 我们前面的20年是被照顾 是学习的 后面的60年是去生活的 但是很多时候 我们糊里糊涂的就选了一个科目 我们糊里糊涂的就选择了一条路 我们糊里糊涂的 我们选了一份工作 做了一世人 我们糊里糊涂的就结了婚 我们糊里糊涂也生下了一些孩子 不要糊里糊涂哦 你渴望的是什么 什么是生命的意义 生命还没有take two的 你只有一次 OK 今天年轻人不要浪费你的时间 不要浪费时间 你没有take two的 我们开心吗 什么是开心 什么是高兴 开心跟高兴不一样哦 很多人在很悲伤的时候 他们去喝酒 去做一些事情 希望可以高兴 喝完酒回到房间的时候 还是不开心 明白吗 几个朋友出去 狂欢一下 那个是高兴 当你回到房间 独处一人 要面对自己内心深处的时候 很多时候 我们不开心 开心开心 你的心必须要开 你才能够开心 很多时候我们的心封闭了 因为我们的生活迷失了 很多人今天活着为了生存 所以我们讲完食完食 没有选择了 没有办法 我们讲不便 不是不便的 我们活着为了生存 我跟你讲 你的生命肯定不开心 你有钱你可以去高兴一下 当时回来 你又再不开心 我们必须要能够跳出这个 活着是为了生存 你活着不是为了生存的 你活着是为了生活 什么是生活 就是活出你生命最终的目的 我们有没有问自己渴望什么 所以不要糊里糊涂 就去做一份工 不要糊里糊涂 就去结了婚 很多时候我们结婚 也变成是为了生存 因为每个人都结婚 我不结婚好像很乖 不要误会 神父不是叫你不要结婚 但是你的动机 所以很多时候 我们糊里糊涂 做一些东西 你做了不开心了 几十年何苦 对吗 勇敢的去寻找 你内心真正要的 你要去寻找的话 你的心就要开 当你的心开了 你才会开心 今天是圣昭主日 圣昭是召叫我们去活出更丰富的生命 有些人选择结婚 有些人选择奉献生活 服务 教会 做神父 修女 有些人选择独生 而这个独生 不是因为没有人要 所以去独生 不是 你独生是因为有更伟大的使命 为了某一些东西而守独生 当我们能够真正活出我们真正生命想要的样式 你没有可能不开心 因为每天你在做的东西 都是你喜欢做的东西 都会让你开心 很多时候 今天我们做工啊 上班啊 好忙啊 好忙啊 老板不好 全世界都不好 全部都不好的 为什么 因为那个不是你真正要的 你真正要的 你每天做都会开心的 你有那个热忱 哪怕你只是一个清豆腐或者一个小贩 你做的很开心 因为你做出你喜欢的东西 还有一个 我今年做了神父五年 明天五月一号 我五月一号生神父的 明天是我的anniversary 五年很快 在这五年里面 你看 你看我怎样 开心吗 我不懂啦 今天年轻人我不懂为什么他们很怕做神父 你做人家的 我讲神父是最好的 自愿了了 填写下去 我讲你不用烦 你不用烦吃的 你不用烦住的 你不用烦买什么车 车给你用 对不对 真的 我不是用这些东西来引诱你们啊 但是我要跟你们讲一个事实 因为我不明白为什么年轻人这样怕做神父 你因为你如果你真的是爱教会爱天主 你要服务教会的 你做神父是每一天做你很喜欢做的很热忱做的东西 然后你又不烦别的东西你不是很开心吗 就是这样 不只是这样哦 你每一天就是给哦 但是你也收的 我收很多的 我跟你讲 神父在新年的时候红包很多的 你收很多的 别人的爱 别人什么 真的我跟你讲很多人关心你的 上次我 accident 哇 几多叫有来 给我吃这个吃那个我都吃不完了 事实来的 我活在一个这样又给又收的 你讲我开心不开心 其实人生只不过是这样简单不了 你爱和被爱就是我们整个人生追求的东西 考虑一下哦 所以今天我们特别为圣灶祈祷 为所有年轻人 还有你们选择你们生命的道路 生命要走的方向 祈求圣神带领 不要让你们只是跟着世界的价值观去走 今天的福音说 贼来无非是为偷窃 杀害和毁灭 我们今天很多的人就是被贼偷了 抢了我们的那个存真 我们内心最存的那个 我们小学时候所希望要做的东西 我们长大的过程里面被贼偷掉 回到去那边 重新的看看你的生命 渴望的是什么 阿们 阿们 复 revolution bizim 你们